黑夜里下着大雨后方一辆白色轿车速度飞快 真辆车打滑后飞到对象车道 再撞进路边店家 吓得目击驾驶不断尖叫 餐厅的监视器更拍下白色轿车飞入过程 真辆车失控后驾驶煞不住 直接撞到人行道上后车声还弹起来 附近店家听到撞击声赶紧冲出来查看 当时在车上的驾驶过了好一阵子才下车 看起来精神未定 赶紧打电话找朋友求救 事发在16号晚间8点多新北市淡水的中正路上 遭撞击的人行道上有破损痕迹 地上也有一道长长的刹车痕 可以想见车祸当下有多惊险 详细的肇事经过还得再厘清 幸好车祸当下没有人车在路口 不然这一撞恐怕会伤及无辜 记者线如在新北市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